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supercomnet 这个是我双剑论股 YouTube Channel 里面的一位 辉人首问的股 很显然 从顶部两块钱一直往下掉 接近一块钱 跌了一半 现在股价 已经是接近底部 开始累计 但是你也看到 之前这边的筹码风 之前有人去捞底 现在也是被套了 如果真的是要捞的话 最少最少 都要站上去这个POC 也就是大概是一块一毛八 站上去之后 才考虑 如果要更安全的话 就要站上去这个60天均线 就是 快二钱 快二钱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买点 你可以看到之前这边 这两条 都是被这个60天的均线 挡下来 如果他有机会突破 这个就是一个 买入机会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